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 咱这一个画一个就是皇冠型的 用笔方式 跟以前那种方式是竭尽的 行笔 切记 要利索 这是它看下来的 这种伴 都甩出来了 下边 这种开开的 上面放射的这种伴 不要太多 这样基本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调好颜色以后 也是比杜上是白粉 比肩上是木带红 这个水分要少 颜色相对要多一点 什么叫千层伴呢 就伴数非常的多 里边的小伴呢 比较碎 他一个挤着一个 所以画的时候啊 行笔啊 用笔啊 就要比较细一点 这个时候 笔上的颜色已经不行了 再可以 加一点白颜色 笔尖上 加一些木带红 和高彩的青春面的城里 Hintergrund 比尖朝礼 行笔 画弧 但是画这个弧 不要一个一个的一样 再一个要注意的是 不要怕下第二笔 给第一笔 不要怕他接住 要大胆的重叠 这样一笔一笔的把它组合起来 这上面呢 就是小半组成的 基本的花形已经出来了 这个时候这里边的东西要去慢慢的去刻画 再次强调一下笔上的水分一定不要太多 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说要注意它花瓣的走向 要注意花瓣的走向 要向心 笔的动作也是向心的 这边的就像这 这样 逐步的调整 慢慢的修理 把它的层次 找出来 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 这个花头呢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它有些地方出现了一些重复 半月半之间呢 再给它找一些变化 在变化当中呢找统一 有些地方适当的加重一点 但是加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原来的好的地方给破坏掉 才给大家在画中最常见的 球形 咱们这一次呢就从中间这个大半开始 球形它是圆的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画起来的时候不要画的完全就是一个圆球 它还是要有一点变化 这样画出来东西的比较生动 这基本的形 这是一个圆圈 一个圆球 这个就开一个货 这个样子比较生动 这个时候的基本形状已经出来了 因为这种花头它是千层半的 咱们可以来刻画刻画 有半月半之间的一种关系 笔上的颜色 为什么要从中间开始呢 这个地方最重 越化越淡 笔上的颜色越化越少 你这个样子就 对心中做到慢慢 做到心中有数 笔上的颜色是深的还是浅的 这个地方需要 画深的或者会需要画浅的 不够重的地方可以继续加重 注意 这几个亮间的变化 不要它一样大 就这样 把它的层次再加一遍 有好几种画法 画这种大画头的时候 有的习惯画一层 干了以后再画第二层 再干了以后再画第二层 第三层 也是一种办法 咱们这种办法呢 就是一气哈城的一种办法 所以它的诗 这样画出来的优点呢 是比较韵 它的缺点呢 是不大意义掌握 修的变数多了 水分大了 就是把行为冲掉了 实验长了就好 多画几遍 要有耐心 这地方加重这几笔非常关键 它是来确定画的基本形的 这个声音的这几个点 是它的主要结构点 它在里面起非常大的作用 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好 这个千层半的球形的 基本上就这样画完了 这一集咱们讲了牡丹的千层半 千层半的两个画形 一个呢是球形 一个呢是皇冠形 这两种造型在牡丹画道中 一般的画到最主要的位置 它有一种庄重富贵的一种特点 这种既然是有其他地方的 一定能在这种既然 一种既然是用这种既然